一对夫妇捡起地上的石头 全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因为不想再照顾儿子了 所以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责任 为了保证两人死后儿子有人照顾 他们以每月万的高薪 聘请了一位年轻的保姆 而他们所谓的儿子 却是一个冷冰冰的陶瓷人偶 丽塔第一次见到人偶时 没忍住笑出声来 谁会把人偶当儿子养在家里啊 但看到夫妇两人严肃的模样 她才意识到这不是个玩笑 为了获得这份高薪工作 她只能假装配合地和人偶打招呼 接着女主人就向她介绍工作内容 首先必须要再点叫她起床 然后在书房为她朗诵诗歌 声音必须洪亮清晰 莉塔十分不解 这年头连人偶都要读书 然而接下来的操作更诡异 她还要陪网偶用餐 莉塔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多 但为了钱 她表面上答应一定尽心尽力 到了晚上 夫妇俩装模作样地把门关上 表示要和儿子商量一下意见 没过一会 他们又出来通知莉塔 儿子对新保姆非常满意 感到害怕的莉塔打电话给闺蜜 对方却劝她留下来 不过是照顾一个娃娃罢了 第二天 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她听到女主人一大早就对着人偶发火 则骂她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 随后却又跪在地上安慰儿子 希望她能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很快 夫妇俩就换好衣服打算离开这里 他们说自己很久没去度假了 希望莉塔能和儿子好好相处 临走前 女主人将人偶交给莉塔 还趴在她耳边说了句对不起 随后就离开了 莉塔很是疑惑 但她没有多想 两夫妇一离开 她就把人偶放在一边 找了个毯子给她盖上 接着就开始享受自己的生活 她才不会傻到真的去照顾一个人偶 喝了几杯红酒后 她迷迷糊糊睡着了 当她再次醒来后 发现人偶身上的毯子已经掉在地上了 莉塔老是感觉人偶在盯着她看 于是把她拿了起来 随便丢在了一个摇椅上 想着让她远离自己的视线 也许这诡异的感觉就会消失 然而 她还是做了噩梦 醒来后她来到书房 发现人偶还坐在摇椅上 但是脸上竟然流下眼泪 莉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凑上前用手触碰 结果这真的是液体 就在她怀疑人生的时候 一些水珠从上方滴落 她抬头看去 原来是因为外边下雨 天花板漏水罢了 第二天 负责运送物资的小哥来到古堡 莉塔赶忙向她询问 夫妇俩为什么要养陶瓷娃娃 原来年前 他们的儿子在一场大火中死去 由于太过思念儿子 所以才做了个一比一的陶瓷人偶 留在身边寄托对儿子的爱 莉塔对此表示理解 也不再胡思乱想 然而 这次发生的事情让她确信 夫妇俩的儿子一定还活着 因为她洗澡时 自己的红裙子和项链突然不见了 更可怕的是 自己的头发还少了一截 一定是有人在作怪 她赶紧离开浴室 小心地回到卧室 结果发现所有的抽屉都打开了 接着她就看到 阁楼的梯子不知被何时放下 莉塔以为是小哥搞的恶作剧 拿起一旁的木棍 鼓足勇气向上走去 探出头像里面看去 却没有看到任何身影 不得不说 莉塔的胆子还是很大的 她直接就踏上了阁楼 紧接着楼梯就迅速合上 剧烈地碰撞声 吓了她一跳 蹲下才发现 自己被困在了阁楼里 周围仿佛有个黑色人影 莉塔下意识后退 结果就这样被吓晕过去 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 她才睁开了眼睛 玉袍还严严实实地裹在身上 这时楼梯也莫名其妙地打开 所有的东西都恢复了原状 她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压力过大产生幻觉了 可是这天 她又听见了奇怪的声音 打开门一看 屋外放着一双自己的皮鞋 这正是她刚来的时候丢失的 顺着皮鞋的方向往前走 却发现那个陶瓷人偶 正坐在床上等着自己 在她的手边还放着女主人 订下的工作清单 一瞬间 巨大的恐惧充满全身 她赶紧跑回房间锁住门 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这下丽塔彻底崩溃 门外还传来脚步声 接着一个盘子被送了过来 她听到一个机械的声音响起 打开门后 一个裹满巧克力酱的三明治放在地上 这下女人确信了 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人偶弄的 她来到人偶身边 竟然还有点兴奋 接着她表示 自己一定会遵守规则 从那时起 她开始严格遵守照顾人偶的规定 每天固定给她放音乐厅 让她在音乐的陪伴下进食 接着就给她朗读诗歌 不管去哪都带着她 直到晚上睡觉 从这以后 古堡里再也没发生过奇怪的事 但丽塔时不时会请求人偶 如果有这个神灵在这个房子 请给我进去 也许是女人的眼泪打动了她 就在她回头倒垃圾的时候 木偶便消失不见 找了一下后 发现她躲在了柜子后面 她急匆匆地把小哥叫到古堡里 想把这个演示给她看 丽塔将木偶放在地上 然后用粉笔围着身体画一个圈 拜托人偶配合她 接着关上门走出房间 用力敲击墙壁三下后 两人再次打开时 发现地上的人偶已经消失不见 两人相拥在一起 不知道再高兴些什么 好在小哥头脑还算清醒 她好心提醒女人赶快离开古堡 毕竟这事情实在太过邪门 没想到丽塔却觉得 人偶不会伤害她 她是与人为善的 事到如今 小哥只好把当年的真相说了出来 原来男孩当年杀害了一个玩伴 她的父母为了保住她 才假装放了一场火 没想到尸首烧死了她 如果人偶真的带有男孩的灵魂 那她可能会对人怀恨在心 但丽塔还是固执地觉得 男孩不会伤害她 没过多久 古堡内来了个不速之客 就是害丽塔流产的家暴前夫 他死缠烂打追到了古堡里 当看到丽塔一直悉心照顾的男孩 竟是个没有生命的陶瓷人偶 前夫不以为然 还觉得丽塔是过分思念孩子了 接着 他拿出一张飞机票 强迫丽塔和她一起回家 但他不知道的是 当他不打招呼进入古堡时 就注定要把命留在这里了 晚上 前夫躺在沙发上睡觉 几滴红色的液体滴落在他额头上 接着他就开始大叫丽塔的名字 因为他怀疑这一切都是丽塔干的 原来 他睡觉上方的窗户 出现了两个血淋淋的出去 丽塔坚持说是人偶做的 但前夫根本不信他的鬼话 还要求丽塔把人偶交给他 两人的争吵声引起了小哥的注意 原来他一直守在古堡外 听到动静后赶紧进来 但前夫看到小哥更加上火 觉得小哥和丽塔合起火来耍他 于是前夫不顾两人的劝说 拉着陶瓷人偶的手 将他狠狠砸在地上 看着人偶的脑袋彻底粉碎 丽塔的恐惧感瞬间充满全身 他知道男孩一定会展开抱负 果然 整个古堡发出摔大东西的声音 就连墙上的灯也闪烁不停 小哥提议赶快离开这里 可那诡异的声响越来越近 似乎就在他们面前 不信邪的前夫凑在镜子前 想要辨别声音的方向 突然一声巨鲜 玻璃整个爆掉 前夫也摔倒在地 一旁的两人还没反应过来 一个孩童的声音就出现了 他在呼喊着丽塔的名字 紧接着 一个戴着和人偶一模一样面具的人 钻出镜头 这应该就是真正的男孩 他竟然没有死 还一直生活在堵堡的密道之中 男孩一拳打倒小哥 随后骑在前夫的身上往死里打 丽塔一直想要阻止 无奈力量悬殊过大 男孩捡起地上的陶瓷碎片 无情地结束了前夫的生命 丽塔也被男孩顺走 好在小哥及时复活 一棍子打晕了男孩 然而 两人跑了一段路后 绝望地发现 男孩就像是在房子里装了监控般 不管他们躲到哪里 都立马被发现 好在丽塔意外发现一个密道 原来男孩平时就靠这些暗道 在整个房子里通行 顺着暗道往里走 他们竟然发现了一间密室 这里暗无天日 但有生活所需的所有东西 看起来像是男孩平时居住的地方 接着 丽塔发现自己的红裙被穿在木偶上 在木偶的旁边放着一封信 这是男孩父母 也就是那对夫妇留下的 他们选择了自杀 把丽塔留给了男孩 知道真相后的丽塔无比崩溃 但是现在危机还没有接触 男孩已经追了上来 情急之下 小哥自愿留下断后 一下就被打晕了 男孩向丽塔保证 自己会乖乖的 求他不要离开 但丽塔执意要走 男孩脸色一变 开始用小哥的命威胁丽塔 最后 丽塔还是勇敢地返回古堡 在抽屉里拿了一把螺丝刀 在假意安抚男孩的情绪 告诉他自己不会离开 接着就用严厉的口吻训斥男孩 已经到睡觉的时间了 男孩果然乖乖听话 瞬间回归了一个乖巧的孩童 遵守规则地躺上了床 然而 就在他索要晚安稳时 女人突然掏出螺丝刀 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男孩一把将丽塔推到墙上 用手掐住他的脖子 眼看就要窒息 他拼尽全力转动螺丝刀 终于战胜了可怕的男孩 然后来到密室 带着小哥一起离开了古堡